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 谢谢 就这么结了 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你 刚结婚你就说离婚 杨康 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 这国家跟法律都得认可 没错 从今天开始 你雷小桃的脑门上 可贴了我杨氏的商标 任何人不得侵犯 包括你本人 也不得跨出围墙半目 违抗着 体无完肤 结局不堪设想 别看了 国家颁发的很正规的 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工本费九块 装结婚这儿的漂亮盒子是二十 那就是二十九 早知道这么便宜早就该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早该来了 在认识你之前 都结婚了还不靠谱 我替你保管 我替你保管 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省得离婚的时候你不给我 再说一遍 再说恩恩遍 你又拿我怎样啊 你 忘记这个了 雷尸公约第一条 男方 男方 女方有权提出 解除婚姻关系 男方不得以任何借口 我都没看过 我都没看过这个公约 我觉得 它是不平等条款 对不起 我已经微博昭告天下了 有什么不满 你就从了吧 有人看你的微博昭告天下了 走吧媳妇 见公婆去 哎 见老张上去 哎 哈哈哈哈哈哈 走吧 媳妇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哎 是我 不好意思 今天我结婚 不会吧 那我 跟我媳妇商量一下 好 再见 谁啊 同事 同事 找到工作了 就同事 媳妇 要不这样吧 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 咱们一小时后 在家门口集合 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就算地震海啸了 咱也把婚结了 这不结婚了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就可以彻底安全 彻底放心 然后彻底地去劈腿了是吗 劈 劈什么 拿来 什么啊 装什么 手机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 媳妇 这打结婚第一天 你就不信你丈夫了是不是 少废话拿来 公约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 我们夫妻双方有隐私权 包括不得偷窥对方的手机 QQ MSN 还有开心网 这条藏得这么深 你居然背得这么溜 不后面的吧 怎么会呢 A 现在把手机给我 B 立马去离婚 爷去跳海 优优独特 杨康 我命令你三秒钟给我立即出现 否则凑个资负 三 二 一 对不起 媳妇 我回去鬼陪拼我 你这是要跳海吗 你这叫他 一个人 你这叫你 你拿生命来威胁 我这么干不后呢 你们俩这结婚了 看见了吗 国家颁发 政府同意 别用这种救援事看我啊 我跟你之间已经成历史了 崭新的纪元即将打开 假如历史 必作成小科书 拿到新系园里 让新人重温 那都是过去了 杨炕 你那么多深情的告白 我都不知道 行行行行 不争辩好吗 过去就过去呗 不 在我这儿过不去 你那么多的深情告白 重新燃起我对你的 对不起 我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 啊 我已经发现了 你已经发现了 别说跟你 就是跟任何一个人开始我都是犯罪 难道你想跟一个犯人重新开始吗 杨康 我认识小涛那么多年了 我比你了解他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菜 他不仅是我的菜 还是我们家围墙里的菜 谁要是敢越过围墙半步 谁要付出法律代价的 行了 别装了 这结婚证满大街都是 你要看吗 现在给你拿出来 还没老旧奥特拉 这都没见过 小涛跟金城武拍过呢 什么 快点开车 快点啊 我这不是抢车 我知道 我知道 前面有少偷偷偷偷了我东西 抱歉 这也不是警车 你能不能有点通信心啊 里面全是给我妈治病的钱 要是没了我妈 我会死呗 你就眼睁睁看两条病 都算在你手上啊 快开车 快点踩油门 你们玩真的 开玩笑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爱情跟时间有关系吗 没关系吗 有关系吗 杨康 你还是那么无聊 不过我喜欢 杨康 婚姻节唱唐僧了 杨康 必要的时候 我会把我们的旧关系告诉小桃 但是 那是在你不想跟小桃 做朋友的前提下 你来真的 我顾虑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我希望 我们能像好朋友那样相处 如果你非要同时失去 我跟小桃这两个好朋友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可是 秦重我 我 不过我 那些赶紧 因此 尽快点 我的包 干嘛 送我手机也弥补不了我的包 卡621公交查询电话 卡公交路线 雷小涛同志结婚了 跟谁结的 杨康啊 对 后面那弟嘎嘎就见了几次面 QQ了几次就结婚了 他们俩说是一见钟情 你说结婚就结婚吧 有爱什么都无罪 可为什么是杨康呢 你还真那么爱他呀 我本来我已经放弃了 可我看了网上的留言 我 姐姐 那网上的留言 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我知道 现在你就更不应该想他了 都是你好朋友的老公了 算了 你就这样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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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接我电话 我就报警了 雷小涛 你在哪儿啊 没事吧你 哟 这个公子啊 你谁啊 我 我是你上辈子的夫君 这辈子的丈夫 下辈子的老公 说你在哪儿 你不是说我在你心里吗 你去你心里找我呀 媳妇我错了 咱们和好吧 我用我火热的心给你煎蛋吃 那你告诉我 你刚才见谁去了啊 见前女友吧 什么 浪费电话费 混蛋 你居然在新婚的第一天去见前女友 杨康 我要跟你离婚 我告诉你啊 装晕是没有用的 今天这会离定了 哎呦 晕 晕是我了 媳妇 今儿记会这个离字 离离离离离离 离离园上草 一心一意爱小桃 媳妇 烫吗 冰了 这肺 没了 这肝 也没了 你瞧我真是的 爱你都爱到没心没肺了 小桃 你说我容易吗 就为了你 我都舍弃了七十二嫔妃啊 那你刚才见的 是七十二嫔妃中的哪个呀 上辈子的事 咱就不提了 晕风 你居然把上辈子的事带到这辈子 而且还是今天 我错了 回去 回去 我给你煎蛋吃 外加 苹果丝带 我跟你说一真格的 你说我这 荣花似玉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说主干 我都嫁给你了 你是不是得意思一下呀 意思 意思就是 苹果四代嘛 对吧 我要求不高 就爱封四 苹果四代 没有问题 你要是敢买回四代苹果 我就打着你跟苹果一起滚 媳妇 我跟你商量个事 一会儿你见了公公婆婆 一定得把你这爷们儿件 给我收一下 谁爷们儿了 我爷们儿 我纯爷们儿 我是R4K的 纯爷们儿 我说你啊 这开了一辈子的修理厂了 好不容易退休了 能休息了 我说你怎么还可能 汽车过不去啊 我不就喜欢这些东西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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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好了 别折腾了 好了 行了 行了 别折腾了 怎么了 还是不行啊 不舒服 我跟你说啊 咱儿子呢也毕业了 一说 是不是出国留学回来 更有前途啊 你要说这前两年还行 咱家买完房子以后 哪还有钱呢 也是啊 其实啊 这行行出状元 他要肯吃苦啊 干哪行都行啊 别说 咱儿子是什么都能吃 就是不能吃苦 惯的 紧张不 媳妇儿 不紧张 这儿都到手了 还怕什么 老谋深算哪 等会儿 看我眼色小事 放心吧 就凭咱俩的感情 不能感动天地 也保证感动你爸妈 没错 确定准备好了 那我开门了啊 好的 别紧张啊 别紧张啊 我去开 我去开 来了 又自己不带钥匙啊 爸 爸 妈 妈 现在我郑重地 给二老介绍一下 他是雷小桃 是我们家 以后的第一任儿媳妇 别急啊 没说完呢 也是最后一任 就算是惊喜 你们也不用这么惊喜 还不招呼人家 快坐下 坐 来 媳妇坐 来 现在的孩子 跟咱们那边不一样了 这女朋友上门 为了显示亲戚 就提前这么喊了 这样啊 笑点 笑一点 坐 坐 妈 我们已经坐下了 我们已经坐下了 张康 你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把女朋友带回家 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提前 跟我们打个招呼 那我们也好 准备准备啊 准备什么呀 难道你还得 化妆 苗梅 这孩子 那个 小雷姑娘 你别介意啊 我们杨康就爱胡说八道 妈 没关系的 我都习惯了 你们认识很久了 没多久 几辈子吧 没问题 虽然认识才半年 但感觉 好像认识的几辈子似的啊 半年 这认识的时间 是不是稍微短了一点啊 不是有点短 是很短 对对 是很短 起码也应该 一年以上 爸 妈 这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感觉呢 是不能拿时间长短来衡量的 小雷姑娘 爸 既然都是家里人了 别那么见外 喊我小桃就行了 就是 叫小雷怪怪的 小雷 不不不 小桃姑娘 家里有什么人啊 她和她爸没了 就是她和她爸 没别人了 你说这个 那 我是她的代言人 回头啊 我一次性跟你汇报 今天我们采访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媳妇 我们参观一下我们家 小桃姑娘 你先坐下啊 我去给你拿水果去 好 杨柯 跟我去拿水果 杨柯 你妈叫你去 你去去吧 快去 闹去了 怎么了 臭小的 那么大的事情 也不打成招呼啊 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有惊没喜 怎么了 不满意啊 刚看那么一眼 还谈不上马不满意 真是 小桃姑娘 你喝水 喝过了 你 你喜欢汽车吗 不喜欢 其实 汽车挺好玩的 我是给林几家小孩修的 小桃姑娘 你也是独生子吧 目前看来是 目前看来是 如果我爸猜婚的话 就不一定了 猜婚 行行行 我呢 下次一定注意 我先走了 这女孩看不上 还有下次啊 嘿嘿嘿嘿 越来越乱 我先出去了 哎呦你这孩子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多了呀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嗯 爸 我就知道是这样 把她带回来 你们就跟那个FBI似的 梁康 你说你这孩子有点过啊 那 问问你女朋友 也是对你表示尊重吗 就是啊 妈说的对 如果她们对我不管不问 我才伤心呢 是是是是是 瞧我媳妇多懂事啊 哦 来 吃水果 啊 为了让你们一次性的了解清楚 我呢 一回给你们介绍清楚 嗯 我媳妇 姓雷 明小桃 性别 哎 性别就不用说了 哦 出生 一九九零年 七月十八日 国籍 中国 工作 多业 啊 爱好 吃 喝 哎 吃喝乃人生大事 人人爱吃喝 吃喝爱人人嘛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真没正形 嗯 那个 小桃姑娘 哎 多业是什么业啊 就是有很多工作的意思嘛 啊 我媳妇是全能 多才多艺 哦 外号万能教 贴哪 沾哪 你累了吧杨康 歇会儿 哎 妈 我不累 嗯 小桃姑娘啊 很多工作 是什么工作啊 嗯 送外卖啊 送鲜花啊 送快递啊 然后周末的时候 还可以去肯德基麦当劳 当外卖员 哦 挺能干的 嘿嘿嘿 那就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是吧 这稳定的工作 多不自由啊 这工作 我想做就做 不想做的时候 就在家睡大觉 是 媳妇 妈 这个不重要 哎 我这当媳妇的初次面试 算是过关了吧 过过过过 就算有点小小意见 她们能怎么着吗 也是啊 反正婚都结了 她们不认也得认 还是雷刀主 高占援主 不过啊 想让她们不从也得从 还差一步 哪一步 生米 煮成熟饭嘛 我呸 妈 你怎么不敲门呢 小桃 小桃 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OK 以后呢 她都在咱家吃 公鱼 也不一定 反正今天 在这儿吃 行 那 你们聊着 我做饭去 妈 我帮你做吧 不用你帮 我妈做饭 可好吃了 妈 是吧 是 是 咱们是吃这个还是 都让你的儿子给气的 你说你这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这大学刚毕业就谈女朋友 行啊 谈就谈了 也不跟咱俩打声招呼 算了 儿子找女朋友也是迟早的事 男人嘛 早点找女朋友 以后创业的时候也省得分心 可是这大学刚毕业 正是创业的大好时机 谈什么儿女私情啊 真是 算了 这儿子上大学就一门心思读书 一个女朋友都没交过 我还替她担心呢 你就别瞎操心了 不过你说这姑娘呢 条件好像还行 就是这家庭哦 这单亲家庭的孩子 没问题吧 哎呀 你也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啊 这男人哪有交第一个女朋友 就结婚的 行了 别操心了 赶紧做饭吧 嗯 嗯 饱了 加油喜事 高庆饱了 哎 哎 哎 各位 今天呢 我有个大事要宣布 哎 没吃好呢 啊 媳妇 吃完没 吃完了 老公 嗯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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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啊 啊 呃 杨康啊 小桃呢 是第一次上我们家的门 我觉得你们俩还是 称呼 互相的名字 这样比较好啊 爸 妈 你们反对我跟小桃相处不 你看你这孩子说话真是的 你也不晓了吧 那交个女朋友也是非常正常的 再说了 这小桃姑娘 不是条件也不错嘛 是是是 怎么会反对呢 嗯 嗯 不过 嗯 不过 像这种事啊 以后你们要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 是 那么大的事情 对吧 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起码也是表示对我们父母的尊重 对 放心吧 没有下一次了 因为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这孩子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妈 来 多吃点 多吃点 啊 小桃啊 到了我们家吧 真的不用客气 不客气 以后这里就是我家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哎 哎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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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我还有下一次 我将彻底封杀你们的后骨之忧 哎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beeld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噔噔噔噔噔 lights 这谁的 什么谁的 我的 是我的 原来我曾犯的错 我会一直为你等待 你妈没事吧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提前告诉他们 康云啊 没事吧 幸亏是做梦 是是是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幸亏是做梦 现在就是 心跳有点快 真的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梁康 等我一下啊 梁康 没事吧 妈 我没事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好可怕 这梦是反的 有儿子我在呢 我在呢 我刚才做的梦 我刚才做的那个梦啊 说是你结婚了 我跟你爸都不知道 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梦啊 怎么会呢 不是梦 不可能 是真的 这你哪儿借的啊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啊 我就结个婚 你们至于吗 妈 你妈有话要说 让你妈把话说完 康云 妈 你说 把话说完 千万被编着 编着容易出事 说出来 说说说 打死你算了 我打死你 你臭小子 来 来别忙 我打死你 来别忙 我打死你 你 妈妈 忙 我打死你 够了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办的这个事 你看看 这么重大一个事情 你也不跟我们俩商量一下 是啊 我结婚 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们商量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是我儿子 你所有的事情都和我有关 你知道吗 有关 有关 我的心儿不是随你们了吗 你这个臭小子 你过来我跳啊 我真怀疑 你是不是我亲生儿子 你说 他是不是我亲生儿子 你可老不死的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爸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都什么时候了 我绝对是你的股甲包换 绝对不是赝品的儿子 你 你气死我了你 我说啊 你这四县大学都学了什么 这学科不都是你给我定的 你这 这思想道德课辣了没上 对不对 怎么做人你没学 对不对 我不就结婚吗 你们怎么上升到做人的问题了 这情感类的问题 得归情感类 我告诉你 你少跟我胡扯 这个东西你退了去 这国家同意 法律批准 怎么可能退呢 法律批准我不批准 我女小桃好歹是校花机人 我嫁进你们家 是你们家光荣 都别那么大的火 我不想跟你说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小桃 小桃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说什么呀 你们现在有点激动 这婚已经结了 你们认就认 不认就当我没见婚 行 臭小胆 我让你急 我让你急 妈 让你急 妈 你干嘛 松手 真是的 八养你的是吧 妈 给我 给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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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妈 你给我 行了行了 给我 妈 你讲理啊 什么 别扯了 你们能不能再停一下 妈 谁是你妈 你们不承认他 就是不承认我 杨康 你别这样 爸 妈 对不起 你说什么对不起 你 妈我多大了 你还打我 哎呀 康云差不多就行了 你真是的 来 杨康 你先把小桃送回家 他已经是我们杨家人了 从你往后哪儿都不去 不 我今晚还是回去吧 爸妈 不管你们有多不喜欢我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我真的很爱杨康 你才多大 你懂什么叫爱啊 妈 我先回去了 爸妈再歇 小桃 小桃 你别去 妈 你让开 哎 哎 哎 行了行了行了 你拉着我干嘛 你 行了 行了行了 你少说两句啊 这孩子都是你惯出来的 别说了 什么叫我惯出来的 是不是你说的孩子要放养啊 孩子自由奔放 行 啊 现在彻底自由 彻底奔放了 老婆 老婆 没事 你赶紧回去吧 我带我爸妈向你道歉 你道什么歉啊 就是咱们不对 应该先跟他们说一声 反正是要结的 先告诉我后告诉有什么区别 让他们不一样去 我跟你走 你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 他们毕竟是你爸妈 弄僵了 你让我以后走进家门啊 把我惹气了 我跟你走 我嫁给你 我才不要娶你呢 养不及 好了 先回去吧 亲爱的 这个怎么样 还行吧 什么叫做还行啊 好看就是好看 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罗先生 这可是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最新款 进口未必是最好的 太长了 我会穿高尔鞋啊 穿十寸吗 媳妇 不是有很多人成家之后 就成立自己的家庭吗 咱们也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 单过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是结了婚的人 结了婚的人 就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家庭啊 走 找房子去 不行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大喜日子 我不想去找房子 那我们就去庆祝结婚 然后我们再去找房子 我觉得 你还是先回去吧 万一 哎呦 哪来那么多万一啊 今天我们新婚 走 我带你去海边踩海浪 你不是一直想当 穷瑶书里的女主角吗 今儿个 你就是 我的 女主角 嘿 不要了 咱这结婚 有点不现实 我想 做点有现实感的事情 那你想干嘛吗 我想 吃冰激凌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事情呢 今天 你想吃多少 我就给你买多少 真的 真的 所有的银行卡都带着呢 今天 让一次吃个痛快 还是你对我好 那必须的 哎呀 真是 一顿冰激凌就把你收买了 好养 我命令你 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 我杨康 一辈子对你好 这辈子绝对不会背叛李小涛 下辈子也不许背叛 永生永世不背叛 如果背叛呢 如果背叛了 那就罚我 浑身上下 长痘痘 是要那种 用药都治不好的那种痘痘 导致呢 我直接毁容 这样够好了吗 不够 你呢 如果敢背叛我 我就罚你 心脏上长痘痘 而且每一颗痘痘上 都刻着我雷小涛的名字 每身凑一次 就痛一次 啊 忒狠吧 敢不敢 活出去了 就这么定了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 不想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这个样子 像是要结婚的样子吗 我到底怎么了 你 你至少拿出一分的热情来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穿一百件 你一百件不满意 我知道你要求完美 可是你那么挑剔 那些不知道的人 因为你对我都不满呢 干嘛那么介意别人的眼光呢 不介意 能不介意 我穿衣服 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 我还以为是给我看的 难道你要为这件事 跟我吵架吗 我不是要跟你吵架 难道我不愉快了 连跟你沟通的必要都没有了 你说结婚本来是两个人的事情 两个有情人的事情 我们家家长生什么气 他们到底生什么气 我也不是很理解 可能他们觉得我们不尊重他们吧 彻底不告诉他们 那才就不尊重呢 我们都告诉他们了吗 大概觉得我们是他们的孩子 所以他们什么都得知道 哎 你爸 你是这样吗 我爸才不是呢 他觉得 人八岁以后就是大人了 既然是大人了 就什么事等等做啊 对呀 这才是正常人的观念吧 哎 你看我爸我妈 他们做什么事情 也没告诉我爷爷奶奶啊 对 再说了 我们都到法定年龄了 我们的决定是合法的 而且我们彼此深深相爱 所以我们的决定 既合法又合行 没错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对 过来 我不放过你的 过来 别跑 站住